小蘑菇 大家好我是小莫 那今天要為大家示範的是 所謂我們寵物型蘑菇頭的一些解析 那但是 我在做這個示範的之前 還是要先跟大家 稍微說明一下 一般來說我們的寵物蘑菇頭 有分大蘑菇 跟小蘑菇 那一般來說大蘑菇來說 它的耳朵耳味 左邊右邊它會留的比較長一點點 那小蘑菇來說 它就會切得比較高 那只是說看 小狗的耳味會有 有所差異 如果說小狗它的耳片 比較大片的時候 它有可能它就會是大蘑菇頭 那但是它如果 耳味比較高它你可以在 所謂修剪的時候可以修剪的比較短 那它就可以做 所謂的小蘑菇頭 那一般現在所謂的市面上 我們台灣的紅貴賓 比較遇到 比較多的問題是 品種的問題 我們台灣的紅貴賓 提心有大的 當然也是有小的啦 可是說大的比較多 那大的比較多的話 我們會遇到比較常見的問題 是指筆管 筆管的長度 我們現在常常會遇到一種貴賓狗 所謂叫做 貴賓狗馬爾蓮 所以馬爾蓮意思是說 馬爾祭司的筆管 比較短 那而且它比較翹 甚至它眼睛已經不是性眼 已經是非常大的眼睛 所以說它其實在我們做修剪上面來說 會非常的可愛 但是我們今天在做的這一隻造型來說 它的體型 有比較大一點點 可是我想呈現給大家的意思是指說 我們要用比較大的貴賓狗 那去做出蘑菇頭 雖然說它的感覺 沒有辦法像一般 所謂的比較所謂的袖珍型的 或者是所謂的茶杯型 那種蘑菇頭的感覺 可是也是希望說 可以讓大家了解說 假設你在台灣 你今天做的蘑菇頭 雖然說它的筆管比較長 但是如果說它的毛量夠 所謂的毛量夠 就是說它假設它可以撐出一個 所謂的類似大圓頭 或者是說你今天可以做出筆熊頭的話 它就比較容易說 可以做出我們要的蘑菇頭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把這裡 這個濕濕的地方 我會再把它稍微吹乾 結果馬上進入我們的主題 好幾分 切片 對 冷藏 快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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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她来说,她的皮肤得到了很明显的改善就是 当她剃完了之后,她的皮肤的红肿现象不但没有了 而且连泪痕问题也得到了改善 大家可以看一下她原本之前的皮肤状态 学校建立可视的次氯栓 我们学校的所有的全色清洁打扫 我们都是用次氯栓去做所谓的杀菌跟消毒 以及降低臭味的问题 那我们都会把抹布泡在次氯栓机里面 泡到次氯栓水里面 然后呢,用次氯栓清洗底盘以外 最后再用抹布,用所谓的清洗我们的皮膜部分 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长汤碳酸钉 市面上的碳酸钉的功效都包括 瞬间修复毛鳞片,改善体臭困扰,加速血液循环 长汤碳酸钉我们特别添加了乳糖酸 主要功效则是保湿、温和换肤 使皮肤不再粗糙干涩 不论是碳酸淋浴做美法护理 或是碳酸沐浴的体质改善 都可透过长汤碳酸钉来做到体内到体外的合伙喔 烤脂困扰,质务卫鸟 烤脂困扰,质务卫鸟 质务卫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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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们现在已经把嘴管大约 那所谓 它会一直去把嘴管前面的毛一直把它吃进去 所以说我今天先操作的重点 我會先放在嘴管 我會先把嘴管的造型設定出來 那所以嘴管的造型設定出來來說是指說 現在的所謂的蘑菇頭 那這裡對我而言它叫做蘑菇的梗 那所以這個蘑菇的梗 重點在於說你要幫它剪什麼樣的形狀 以前有甜甜圈的嘴巴 那甜甜圈的嘴巴來說它是可能以鼻頭為原型 它會在這裡剪一個正圓 那當然說現在 比較多人剪的是會把所謂的下巴剪到最短 然後把下巴剪到比較短的做法跟它的用意是指說 假設今天這隻狗有鬍子 那你把鬍子剪掉的時候它變成是沒有鬍子 所以它看起來就會變成比較是baby的臉 那所以說 今天我所示範的造型是 可能也是要把所謂的下巴剪到比較短一點 那我會把它 鼻管鼻樑上面的這些毛 我會稍微把它留長一點 我會把重心 整個往上移了 OK 那 我現在 開始剪來說我會先把OK把擋到眼睛的毛 剪短 然後把會吃到眼睛的毛 吃到 嘴巴裡面這些這些的雜毛我會先把它修剪掉 所以說 我要先讓眼睛露出來 那先讓眼睛露出來說 這一刀 很重要 你在做這一刀的修剪 最主要當然是說不要讓 鼻樑上面這些的雜毛去擋住眼睛 然後你要把眼睛露出來 那你把眼睛露出來的時候 那當然 相對的可愛度才會出來 那今天所有的過程我盡可能把它放慢 也是希望說大家 能夠 完全 完整的了解說 我們今天在做一顆 寵物型的頭 怎麼做修剪 那目前說 大約我已經可以看得到 我所謂的 鼻樑上面的 一條弧度 那我再來就是所謂的 嘴管 那你會像他說 我們在修剪的時候 要特別的注意是說 他舌頭一直跑出來 那他舌頭一直跑出來的時候 你在修剪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要稍微控制得住他 我習慣 我會幫他剪 所謂的微笑線 這個就是微笑線 要讓他有微笑的感覺 那這個微笑線撿完之後 那當然說 他舌頭再上去舔的時候 也比較不容易 把 所謂的 這個 鼻樑 嘴管前面的這些毛 再把他吃進去 那相對的 小狗就會有微笑的感覺 所以這條我們稱為微笑線 再來我就要把 所謂的蘑菇的梗 定位 那定位來說 我還是要先把 所謂的外圍 超過鼻頭的 這些雜毛 我會把他修飾掉 盡可能 順著毛流繭 比較不會有斷層 那你也要所謂定好 你自己蘑菇頭 蘑菇梗 的大小 有的人 會用 兩個眼睛 的最外 最外面 眼尾的地方 當做 切點 今天也是用這樣的方式示範給大家看 大家 因為每一個人喜歡的蘑菇頭 本來就會有一點點不同 那當然我今天 是以 條件 以他的條件 來取捨 那可能說他的頭 假設比較大的話 我可能我的梗 我就要射大一點 這樣就一刀了 那所謂的第二刀 那當然是以 所謂的我們在撿狗來說要對稱 對稱來說我這邊假設是撿到這邊 我另外一邊 又要抓一樣的長度 假設我這邊是多長 那當然是這邊也是另外也是多長 或者是說我是用眼尾 那這邊當然也是 再一刀進去也是到眼尾的地方 就下去了 那盡可能來說 其實現在這邊 其實有一個 雛形出來 那這個雛形 對我們而言來說 你要去評估說 你有剪得夠嗎 你有沒有剪到整個鼻管 你現在後面這些的毛 是屬於鼻管的毛 或者是頭部的毛 所以你先要把圈做區分 那也會說 你要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看說 你現在修剪的毛 有沒有到位 是否有去影響到你的整個造型 OK 現在把左邊右邊 定位出來之後 那再來 我們 它現在看起來是一個方形 可是我們所有的圓的構成 就是去角 還有說我們自己所謂的蘑菇頭 的這個梗 你想要的形狀是什麼 你想要一個正圓嗎 或者是說一個橢圓 由你自己可以做決定 那當然說我現在示範了 OK 是一個 橢圓 很快的 它其實它的蘑菇頭的梗 已經出來 那當然說 它的下巴 我會把它剪到最短 那一般來說我們在修剪來說會以 安全的方式 你可以用各種不同的 寵物美容的工具來去修剪 所謂它的下巴的這些毛 那通常 因為蘑菇頭來說我們的下巴 這裡的毛會修到最短會連接到脖子去 不會去設限說你一定要用什麼工具 那當然只要說你只要能夠剪得到位 然後 不受傷 其實這邊已經把它的下巴分開了 它的左邊右邊的毛 其實已經開始可以連接到所謂的喉嚨 整條 好 那一般寵物美容來說 當然說控制小狗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重點 但我們可能 小狗也有情緒上面的問題 你今天在修剪的時候如果說 發現它已經不配合 你是否說要給它緩衝一下 給它休息一下 那也要評估到裡面 所以目前 蘑菇頭的雛形其實已經大致上出來 蘑菇頭 會 講究的東西 當然說 包含說所謂的所有的外框 還有所謂它的鼻樑的形狀的設定 我會覺得說 它的嘴管我可能我會再把它修到更短 我會讓它看不到下巴 而且你在修剪的時候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為現在所謂的寵物美容的客數非常的多 當然說也會關係到所謂你跟客人的 信任感 信任度的問題 今天說 小狗我們當然是會以 最安全的方式 或者是說 最 不會讓它受傷的方式去把它做 可是 小狗跟我們人不一樣的點是在說 它 會動 它沒有辦法像我們 人去沙龍的時候就是坐在那邊都不動 所以說我們的左手在控制來說 一定是非常重要跟很關鍵的一個重點 你如果說 你的左手沒有辦法跟 他做連動的話 今天假設小狗一動了 你的右手就是我會跟著停 其實他這樣做起來很可愛 這隻狗在我們這邊 這間店在做造型來說 他一直以來 他維持的都是所謂大源頭的造型 那這次我跟媽媽 情商 我跟他說 我們這次也要做一個蘑菇頭的一個示範 那 希望他這隻狗可以當我們的媽的狗 媽媽也是很 OK的 就是無條件的借給我們 我們還是很感謝他 在於下巴 我現在一直 在所謂的修剪他的下巴原因是 我希望 我等一下呈現出來的感覺是 沒有下巴 原來我一直把他的毛尖短 那你也會發現說 他 會有 鼻水 或者是說他的舌頭會往上舔的時候 他就會影響到 所謂鼻管前面的這些所有的毛流 那我們今天在一個作品 在我所謂完成的時候 不管是在做拍照 或者是說你交給客人的時候 應該都還要再多做一次 所謂最後的一個修飾 所以最後的修飾是指說 假設今天你要拍照了 甚至我還可能我會再把他帶去吹 我會再把他這裡的毛吹乾 因為照片 是永遠的 你拍了 他是不動的 所以說我們在於照片上面來說 我們會特別的要求 尤其包含我們在控制的角度也好 一個作品的產生 你是從 上面拍 從前面拍 跟從下面拍 跟人一樣啊 我們在自拍的時候 我們自己拍的角度 每一個人有自己喜歡 自己表情的角度 所以說 狗也一樣 你往哪一個方向拍 做出來的效果就不一樣 那現在 我把所謂的嘴管的造型大致上已經定好 那現在我要再來做的修剪是指修剪 整個所謂的蘑菇頭的外框 那外框的設定來說 會取決於說 像我剛剛在 開場的時候 我先跟大家說明的 我們會取決於說 他的耳朵 的長度 耳朵 耳味 的高低 講說 像他來說 他的耳朵 耳片現在 我們在摸 有到 大概 有到這邊 所以理論上 我今天要做到蘑菇頭 我要假設今天 四組不要到那麼大顆的話 我最短我可以砍到這邊 那如果說 我今天要給他做所謂比較大一點蘑菇頭 會依他的體型 來做取捨 假設說 他的體型比較大了一點點 所以他可能就會適合所謂的大蘑菇 你像現在的天氣 比較熱來說 或許說我們撿所謂的小蘑菇 也是一個很好看的一種造型 那當然說 現在他的條件夠 他撐大蘑菇頭撐得起來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以大蘑菇頭來做修剪 那 差異性就不會很大 可是也會讓大家 看 感覺到說 其實說 一個蘑菇頭 最主要只是把一個圓圓頭 破壞掉 把所謂的下巴 跟所謂的嘴管 所謂的蘑菇梗 把它設定好位置 讓他把它修剪出來 讓他看得到這個梗而已 那所謂的他的外框 我在使用上來說 因為他是 大圓頭 所以我的 彎剪的角度就不會用 很彎的彎剪 我就會用比較 角度比較 小一點的彎剪 如果說我們在做修剪 會以所有 的面 下去做調整 微調 所以所有的面是指說 包含 從這邊進去之後 的修剪 整個出來 往上 上去 然後再往前 推剪 所有的修剪都是一個重點 那還有我們的 精緻度 你今天 如果說你要做 極細修 你到底是指說 假設我在一個地方 我的開合的次數 我假設從這邊 123456 6刀到這邊 跟我 一直修剪 可能到這裡已經6刀 還繼續一直上去 我可能到這裡已經10幾刀了 當然你的刀數 不一樣 他修剪出來的效果 會不一樣 所以其實開合有 很重要的 關係 那還有你自己 遲到的穩定度 你今天也要設定好說 你今天這隻小狗 你是要以 什麼樣的 感覺下去呈現 那當然說 細修 在我們台灣來說 有很多很厲害的 寵物型的老師 或者是達人 其實 有他們 的產生 才是能夠讓我們的 寵物美容 的技術 整個一直在增長增進 其實說 之後或許 我們可能會 去一直去要 邀約一些 所謂的寵物型 專攻的老師 我們可能請 三文宇 我們請東宇 這邊來協助一下 讓他去 邀約更多的 一些所謂的達人 願意 來跟大家分享說 他在修剪 這種造型 或者是他自己所謂開創出來 開發出來的造型 他所謂的他修剪的心得 或者是說他的一些 小技巧 是怎麼樣 其實 寵物型就是這樣 你自己要的東西 你一定要自己去 再去多看 多學多試 那當然說 一個重點 是在於所謂細緻度 你到底要 修到多細 一顆頭出來 有多綿 這是我們美容師 會常常講的一句話說 哎呦 你怎麼可以修剪得那麼遠 那當然是在於 所謂的緣度來說 你是 關係到 你自己對於作品的要求 有時候你覺得說 你剪這樣就好了 或者是說 有些人會認為說 我不管我怎麼拍 都不遠 就是會長長的 那重點來了 你自己在於說 你知道你長長的地方 在哪邊的時候 假設我現在已經剪好 我照片拍下去 我發現 這裡長長這裡長長 你就算了嗎 還是你會再繼續修剪 這個就是關係在於說 你自己對你自己作品的 一個 認同 或者是說你有沒有負責 你覺得說 我的作品 是這樣就好了嗎 那在於說現在 我們整個 寵物美容業界來說 我們會發現 有 很多 各地的美容師的作品 就要一直 紛紛的出攏 有的美容師做出來 那種作品 就是驚為天人 非常的漂亮 那但是我們現在也是會把 話題回歸到 最根本 所謂的最根本是指說 假設你今天你這隻狗 其實他條件好 然後又長得漂亮 其實 你在所謂修剪上面 你只要不要失誤太多 其實你還是可以做出 很漂亮的一隻 寵物形 跟一個造型出來 可是你今天你的小狗 你的條件如果不夠 那當然你就沒有辦法去完成 你想要 的造型 就像是我們今天說 要做所謂的 那個寵物形 做蘑菇頭 他今天他的毛量如果不夠的話 實際上 我也沒有辦法完成 你就算找更厲害的美容師來 有啊 有可能他可以做 直毛 或者做假毛上去 他可能撐得起來 可是那個只是所謂的 拍照用 那你如果說今天 就是要把它修剪得 漂漂亮亮的 那當然也是需要 世主這邊的配合 所以需要世主配合來說 當然是說 他主人要OK定時定期的 幫他梳毛 或者是說你也要幫他做 一般的皮膚的調理啊 或者是說 你每天要幫他 幫他梳理啊 或者是 給他吃很好的 或者是說你就是 有一些皮膚的營養品的 一些 營養品 你要是要給他 給他吃 一些什麼 爆毛粉啊 爆毛丹啊 其實這些商品 其實都還是可以考慮 因為 皮膚一定要好 那當然在我們台灣來說 會遇到比較悶的一點 是說 其實台灣的天氣 跟國外比較不一樣 國外來說 其實國外 很多地方 甚至都還會下雪 其實他們均溫 其實說 你只要越冷的地方 理論上來說 那些地方的 所有的 寵物來說 他們的毛量 甚至都比我們這邊 台灣來的好 那他所謂他做出來的感覺 一定 相對的 條件好 小狗的條件好 他就能夠做出 更好的造型 或者是說 更誇張的造型 他都做得出來 可是如果說 他今天條件就是 不夠 就像我現在如果要修 他後腦掃 他的後腦掃的毛量 真的不夠的時候 那你怎麼做就是怎麼怪啊 現在所謂修到後腦掃一個重點 後腦掃其實我們還是會以包圓為主 他還是所謂的圓圓頭 我也不會認同說 所謂的圓圓頭就是所謂的筆熊頭 其實這句話有一點點爭議性 但是 當我們所謂的對於寵物的造型 了解的越來越多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了解說 其實 每一個造型都還是會有 一點點的不一樣在裡面 所以現在 很多的消費者來 他會說 我要剪筆熊頭 還有所謂的 我要剪圓圓頭 其實是 不太一樣 這個就是關係到於 你自己美容師 你怎麼去跟消費者做溝通 因為有時候你剪了圓圓頭 剪出來 反倒客人會跟你說 這不是我要的頭型 但是如果說今天以蘑菇頭來說 你說他有標準嗎 其實他沒有標準 對我而言 剪得好 客人喜歡 就叫做標準 所以你再變成我們在跟客人溝通的時候 一個重點 你到底能不能了解客人要的 一個感覺 那我其實有稍微留多一點點的毛 所以留多一點點毛是指 嘴管旁邊 還有所謂的 臉頰 我要把這裡的毛 留多一點 其實說 也希望造成他 所謂的毛量更多的感覺 因為你毛量多的時候 他做出來的造型 本來就是 感覺會不一樣 那像現在我要把下面 原本連接的地方做一個 下圓 這邊也要 這個弧度來說 也沒有所謂很特別 你要做到多大 或者說你要把下面 嘴管下方 要分到多開 沒有絕對的 寵物型真的沒有絕對 甚至說 每一隻狗的條件都不一樣 這就是所謂寵物型 比較 比較迷人的地方 也是會讓大家最頭痛的地方 因為 很多人會拿著照片過來 所以老闆 我要剪這個造型 可是 條件就不一樣 你今天 帶著金城武 的照片來 可是你是劉德華 我真的沒有辦法把你剪成 就像金城武一樣 但是說 所謂的你劉德華 你就有適合劉德華的造型 這也是所謂的很多客人 會遇到的一個盲點 他來 因為美容師 美容師你不是很會剪嗎 那我要把我的狗剪成這樣 但是你的條件不夠 你的毛量不夠 你就是變成說 站在我們美容師的立場 你要懂得跟客人溝通 或者是說 你要得到 所謂的客人的信任 因為你今天你如果可以得到客人的信任的時候 你今天 才有辦法 讓他了解說 我們今天所要做這個造型 到底需要多少的前置 那你像說其實 小狗的穩定度 像我們在 修剪的時候 他 當然還是會一直動 可是你說一直動來說會不會失誤還是難免會失誤啊 那耳朵來說 其實 可以看到 其實只是把耳朵 也是把它包進去 所謂的這個蘑菇頭的圓而已 既然是蘑菇 你可能就要從很多的 角度下去看 你就要讓他真的會有蘑菇的感覺 包含像你說前端 我是否要把他的 所謂的鼻管露出來 讓他這裡當梗 然後整個蘑菇頭的感覺 其實都可以 或者說你只要求的是 你要 顯現出來給客人看到的 所謂的蘑菇頭是哪一個面 有的客人會讓 有的市主 跟市主溝通是說 我會把這裡當梗 那這裡當蘑菇 的頭 那其實也都很像 沒有絕對的 我會 把這邊 我現在先把右半邊的下緣 整個把它接順 然後我們再來看左邊右邊的感覺 在所謂接順來說也會關係到說你接到後面 還有所謂你做這樣的修剪的時候你一定要完整的了解說你的耳朵的位置 你不能去把它撿到受傷 我們常常會跟客人說 有時候我們不是我們故意把小狗撿受傷 而是說小狗有時候 一個不小心的一個動作 我們就會造成 他受傷 那這個是目前兩邊 的差異性 那我現在再另外把所謂的左邊這邊 再把所謂的下弧度再把它做出來 大家會看到說其實我把嘴管放到 把框定好之後就把它放著 就不再去做他 原因是指說因為他 我必須要用我的手去控制 所以說 嘴管的話其實會等到我最後 修剪的時候我才會去動到 那另外一邊 的修剪也是要相對的要注意到 所以另外一邊耳朵 的位置 不要說一刀過去這邊換這邊受傷 所以說你今天 做大蘑菇反倒安全 但是你如果做小蘑菇的話 危險 因為小蘑菇的時候你只要接到這個地方的時候你都要非常的 慢 那你今天做大蘑菇的時候其實倒還好 那所以在所謂的修剪上面來說你必須要一直去關係到所有的角度 跟所有的面 所以 像我的習慣我會去繞著狗 那當然有另外一種做法當然是換狗旋轉 那只要說他現在不動 他穩定了 反倒是像我們在自動的旋轉也是OK 那還有所有小狗耳胃的問題 你有時候你可以去觀察他的耳胃 他的正常的耳胃是在哪邊 有時候我們在做修剪的時候要去注意說 他 在修剪的時候他可能是很緊張的 很緊張 他的耳朵位置可能就 往後 或者是說他的耳胃已經不是標準的耳胃 那個時候在做修剪的時候 跟你今天修剪好 你要交給客人的時候 小狗看到客人的時候 他的那種表情跟他的那種興奮 耳朵位置又會不同 今天也是有故意要把毛量再多留一點 沒有要把它剪到很短 希望說能夠造成出所謂比較大的 所謂的視覺衝擊 讓他的那種蘑菇頭 的大小 能夠 比較 誇張 修剪過的地方 我還是會有時候還是會持續 把它再把它挑起來 再繼續去 修剪 甚至說我們把它修剪好的時候 我們讓他下去運動 讓他去休息一下 然後去甩甩 然後他也會把一些所謂的 在底層的雜毛 再把它甩出 鞭膚 鞭膚 每一個美容師對於自己作品的要求 我現在如果說 以框 以寵物型 以蘑菇頭來說 來示範來說 一直包這個頭 我可以一直包包 包到最後我拍一張照片給大家看就好了 可是我現在就是要盡可能 要在比較短的時間內 把所謂的大字上的雛形 跟剪法跟大家分享 所以可能頭緣 我等一下可能可以繼續包 可是我現在就直接跳進來 就會做梗了 因為它的整個外型 已經差不多 八九十出來了 相對的 它的頭部 它的頭頂 這個地方 你要留凸 或者是留扁 會關係到所謂它的一個神韻的問題 它如果說 在頭頂上面的毛 如果我們剪得比較貼的話 它眼睛會比較跑得出來 可是它的一些甜度會跑掉 但如果說你現在有把它留的話 假設你今天從側面 側面來看來說 它可能會留出多少的毛 多大的高度 那當然這些的毛 也會關係到說你的毛量夠不夠 撐了起來 還是撐不起來 如果說毛量夠 它撐了起來 那你當然可以發揮的比較好 如果說毛量不夠 你包這個圓的時候 你就不太容易去包 所以現在眼睛的位置 跟眼睛其實完全都有出來了 那再者 所以去設計我自己要的嘴管的形狀 其實這個時候 其實拿小丸剪來剪 會非常好 非常的快 也會比較好剪 因為小丸剪它輕 那你在控制上 你好控制也好操作 失誤率也會比較低 那剪這個嘴管 一定會有一個最高點 你要設定好說 你的最高點在哪邊 那關係到於說 你今天拍照的角度 你的高點如果 你的最高點如果設定的 很裡面很接近眼睛的時候 反倒你的拍照的角度 就會不一樣 那你像我今天現在設定的高度 在整個鼻樑的終點 在整段鼻樑的中間 唯我的最高點 最裡面這邊 我會把它修短 所以修短的原因是在於說 我不要讓它去刺到眼睛 所以眼睛這周遭的毛 我會把它修得很乾淨 那挑毛是一個重點 你的毛流 它是往哪個方向長 你就要往哪邊去做修剪 那這隻小狗目前有一個重點 是在於說 它的鼻樑中心這裡的毛量 它其實是不夠的 但是變成要靠左邊右邊的毛量來撐 它還是可以做出 所謂我們想要的一個形狀出來 這邊 有弧度 甚至你說 你把這裡稍微留一點點起來 它甚至還可以做出新型嘴的感覺 所以說我們會一直在 所謂做重複挑毛的這個動作 它的重點是在於說 你一定要把它挑到定位 你修剪來說 才不會容易出問題 下巴的毛 換邊 這個角 我還是會把它去除掉 那當然你今天 一邊已經修剪好的時候 你其實另外一邊就是做對稱而已 我這邊的角度 跟線條 我另外一邊就是做一樣 它才有對稱 當然我知道說一邊示範跟一邊修剪 本來就是會有一點點不同 可是說也是希望能夠展現出 這就是我們要給大家了解的一個所謂的蘑菇頭的一個修剪的方式 很多人說 小莫 作品做好了 我可以拍一個側面的嗎 其實我必須很老實的跟大家講 當你今天你會發現說今天這個作品完成的時候 它這個正面是非常好看非常可愛的 你其實你只會往這個方向去拍 你今天不是在做示範 那你像現在在做示範 它當然就是可以把側面跑出來給大家看 因為這邊一定不會比正面還好看 那你如果說今天在做示範的時候 當然一定要把所有的角度啊 所有的線條讓大家看得清楚 那但是所謂的安全性還是要顧到 所以安全性來說 你就是說我現在一直在講話 一直在做修剪 其實我的所謂的還是會很緊背 現在也是會擔心說它突然動 OK我想說我現在剪刀在這邊 它如果突然甩頭一下 可能我剪刀就會刺到眼睛 這不是不可能 所以說我們的左手在控制狗的時候 一定要完全的連動 那只要一動的時候 你一定要在所謂的第一時間 跟瞬間 你一定要跟著停止 或者是跟著離開 現在 以小狗的安全為第一個考量 這才是所謂的寵物美容最重要的重點 現在它的嘴型其實已經出來了 稍微有一點點元寶的感覺 那再來就是剩外框 再繼續包 其實說你要把它包得很精緻來說 時間的問題 可以一直持續包 那只要小狗的來說也是要夠穩定 那你今天習慣用什麼樣的剪刀 都好 其實你要用指剪 一直包 指剪有指剪的好處 那彎剪當然它相對的省時 那也會去關係到說你每一刀剪下去到底是 剪了多少的毛 然後你要一直去注意左邊右邊 一定要做到對稱 這邊的角度 這邊的高度 跟另外一邊的角度高度有沒有相同 相對 那當然如果說你今天做到所謂的極細 把任何角度的雜毛都盡可能去把它包掉 那當然今天是在於所謂的座椅拍攝 那當然說 模特兒他可能會看左邊看右邊看左邊看右邊 但是你如果說今天 在於自己的美容室來說 美容室自己在做修剪 那可能 小狗的專注力會比較高 它在動的可能 動的頻率它也會相對的降低 相對的穩定度又會提高 但是這就是美容師一定要具備的能力啦 你要可能說你今天如果是開放式的櫥窗 那可能你在做修剪的時候 有的客人還會在外面拍玻璃 可是你在這個時候 你就是要能夠 Handle得住你的小狗 現在做的工作其實都是在做細修 那所謂細修來說當然是比較 比較 所謂比較無聊無趣的一種 一個示範 但是想說 欸 你看到的一個作品 一個蘑菇頭的呈現 到底是指說 欸 值得不值得 或者是說它可愛不可愛 那 當然說今天你這隻小狗 你像你現在 我有可能我就會拿相機出來 我會試著去拍說 欸 假設它以現在的角度照出來的感覺 有時候你肉眼看的 跟你照相機拍出來的感覺 是完全的不一樣 那也會關係到說 你今天要的是剪出 照相機照片的作品 還是你要剪出所謂的客人要的視覺作品 有的客人會說 欸 他剪的跟照片不一樣 那當然不會一樣 誰能夠剪的一樣 當然說 剪完之後 小狗會動 甚至說有些比較挺的毛 他可能因為觸碰或者客人來 客人看他 哇 好可愛 就從頭頂就把它摸下去了 那你可能美容師的眼淚就跟著噴出來 其實說 你今天要的東西是 只說客人看得到的 或者是說你今天把它剪完之後 你覺得OK 他現在這個型很漂亮 你幫他拍一個照片給他 但是你就是在於說 你今天的這張照片 取捨是在於說 你拍攝的角度 真的是最大的關鍵 或許說以後也有可能會有所謂的拍照的課程班 也會開期也有可能 我們台灣也有很多很好的攝影師啊 他可能在所謂的控制小狗啊 或者是在製造一些聲音給小狗去引起一些注意力 你像說他現在的感覺 對我們而言來說 他其實已經有到位了 那像我們現在在控狗來說就會更謹慎 盡可能的不要去碰觸到一些不該碰觸的地方 那我會一直把所有的細節做最後的調整 包圓 花時間 那也是考驗刀工 其實我刀工 我不敢說很好 因為在於說我們開寵物店 我們必須要去面對到的東西 是在於說 你今天你做的寵物美容 你的收費跟你的標準 你今天是一隻小狗 客人從進來到你的店 跟他帶走 他需要多久的時間 有的小狗需要兩個小時 有的小狗只需要可能一個小時就可以結束了 那當然細緻度就不一樣 他做出來 他呈現出來的作品也不一樣 但是也是有關係 我提到於說你今天客人他願意花多少錢請你做 所以我們以前之前有一些很好的美容師來台灣做一些寵物型的分享 其實我們都會去詢問說 請問老師你在那邊你們的收費是怎麼樣的收費標準 有的老師是以時間下去計價 他會認為說一個作品 他需要花多久的時間去做修剪 那這樣的時間做修剪 他值多少錢 會用時薪去算 其實目前我幾乎已經完成了九成了吧 九成以上了 真的只是在於最後的細修 而且還有在於你拍照的時候的所有的感情 他呈現出來的 他到底是給你看到的感覺是怎麼樣 你如何去拍出一張好照片 會關係到整個作品的成敗 有時候他的耳味往前跟往後拍出來的感覺就差很多了 那當然是說我們會360度去看一下說 欸假設我現在已經做到這樣 哪裡還要再微調過 那有些地方是因為你手的觸碰之後 他會變形 那因為今天在示範 所以說用了比較小的一張圓桌 那當然他有掉下去的可能性 但是變成說我的桌手就不敢離開他 就一定要扶著他 我會一直去把它挑 最主要還是一定要找出所謂的長長的地方 我也要一直把它修掉 有時候去製造一些聲音出來 然後讓小狗的耳味啊 或者是說讓他專注力稍微變一下 其實你可以看出更多的一些細節出來 他這邊 鼻子前面這邊其實還有一些濕了 所以他的毛柳已經開始在變 如果說你今天要再拍照的話記得 再去吹 絕對不會錯 你可以把這邊再拉更直 你可以做出 拍出一些更好的作品出來 那其實就現在只持生外框 很快的 稍微再包一下 你一定要能夠找得出你自己拍照的一些視覺角度 跟你的作品呈現出來的這個平面到底在哪邊 你抓得出來的時候 你拍出來的作品就會好看 這也是關係到於說 你自己要看過很多的作品 很多美容師分享出來的作品 我覺得每一個美容師把作品分享出來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了解說 他拍照的方式 其實如果說你要讓他變成高耳味的話 我如果這樣做一個動作 他耳朵可以撐了起來的時候 他相對的他頭又會往上更高 這個在於我們拍照來說 其實是一個手法 但是我沒有說這樣的手法是好還是壞 可是當然我們會看得到的點是在說 假設我要拍出他高耳味 或者是說我做出以後理想的耳味的話 或許會長得怎麼樣 這個我們可以自己去測試 跟我們放開 他現在沒有做高耳味的造型 所以他沒有辦法很明顯的差異 因為這邊沒有把它削掉 如果削掉的時候 我把它往上推的時候 耳朵就會整個都撬高了 所以你變成你在拍照的時候 你到底要的呈現出來的一個作品 到底是什麼 繼續挑 他還是會長長 那就是關係到於說 你到底你要挑到幾次 當然是說你挑越多次來說 他長長的機率會越來越少 因為你會一直把裡面的毛拉出來 那他其實已經接近到完成 我如果說現在就是要把它完成的話 然後趕快的把 把長長修掉 然後等一下就會試著拍照看看 看出我們今天做出來的 蘑菇頭的感覺 會有哪邊需要再做修建 那其實說 所謂的在拍照來說 其實也可以說 有時候不見得一定要拍下去 用照相機 用照相機來去看你的作品的時候 你就可以發現到說 你今天你的作品 哪邊 或者你現在拍照的角度 你到底要從上拍 平拍 或是下拍 你到底要用什麼樣的角度去拍 那才可以呈現出一個比較完美的 的一個線條出來 那你也可以說 這樣看完之後 你也知道說 你今天的作品 好不好 像我現在假設要拍照 我就會再把毛 整個做一個定位 該拉出來的都要拉出來 頂多就是在修剪而已 因為你就是要拍照 你要把完美的照片把它拍好 也是一樣 毛挑好 從外框開始去做修剪 最後才會去做到鼻樑 鼻管 加油 加油 公開 所謂的細緻就是要把所有的角度都照顧得到 所有角度的毛你都有照顧得到的時候 你的細緻度一定會大大的提升 其實蘑菇頭這樣的分析應該不會太難 幾個重點就是需要大家稍微去掌握一下 包含說整個鼻樑的蘑菇梗的設定 那還有所謂的外圓跟所謂的下巴這裡的修剪 還有所謂的臉頰的毛的流 要流這些的毛 這幾個重點你把它掌握的話 其實蘑菇頭很好可以完成 那當然說以蘑菇頭它可以衍生出來的造型其實就很多 其實如果說以真正一個造型在我們做設計來說 其實今天跟客人做一個完整的溝通的話 可以幫他留了很多的造型 你甚至每一個月可以編一個型給他 你把我們從大圓頭變成所謂的大蘑菇 然後再一下一次我們可以砍小蘑菇 小蘑菇砍完之後我可以砍所謂的八字臉 或者是所謂他們現在坊間說的高耳味也都可以做 其實寵物型以蘑菇頭來說 它也算是一個可以發揮很多種造型的一個粗胚 所以今天大概就是做到這邊 我覺得說它如果我現在要拍照的時候 它應該已經有一定的線條跟角度可以讓我拍了 像我們會製造一些聲音讓它 有提高一些注意力 Nike Nike 它已經算很穩定了 Nike Wu 大致上是這樣 來這邊給攝影機看一下 所以這個是今天先跟大家分享的 所謂的蘑菇頭 那也是希望說今天大家能夠從這個分享 可以得到一些靈感啊 或者是說一些蘑菇頭的一些盲點 可以跟大家點破 那當然說之後 還會有什麼樣陸續的課程開出來 可能就由三文宇這邊 那持續的在為我們找出更多的老師啊 或者是更多的達人來做分享 那也是希望說 這樣的做法 這樣所謂的視訊的一種課程分享 也可以說讓一些比較沒有辦法 常常參與所謂所有活動的一些美容師啊 或者是一些朋友可以看得到 或者可以學習得到更多的一些技術 OK OK 然後呢 不 weil誰知道 只是我們 Kare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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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